公務局人員閃穿反光背心 佩戴黃色安全帽 確認繩子有綁緊斷掉 橫躺在路邊的路燈 接著讓吊車緩緩舉起 在出動電鋸把倒在路邊的 巨大路數切成好幾段 再用吊車緩緩拉起 完全道路都封閉起來了 從一點多到現在大概都 兩多小時了吧 沒有人壓到也沒有車子在底下 24號凌晨一點多 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附近 一顆巨大路數疑似 因為颱風降雨 造成根部土壤流失而倒塌 而且路數體積巨大 還因此擋住雙向道路 把路燈壓斷 但是住在附近的民眾表示 因為另一條路要繞 移打拳實在是太遠了 乾脆直接在這裡等 而根據目擊民眾表示 當時準備騎車回家 發現路數倒在路邊 馬上打電話通報消防人員 但是因為體積太大 也只能將部分樹幹 巨斷後移到路邊 將路燈調離搶通道路 等到天亮後再將路數移除 目前已經恢復通車 而移到旁邊的大樹 只要等到早上才能繼續清理 不過還好事發當時 並沒有人車通過 所以也沒有造成傷亡 我們請問丁一文台北報導